风景如画 游客如潮的鼓浪雨 仍有孤寂角落 喜剧志工在岁末之际 依约来看独居的江奶奶 她曾经中风 心动不变 想起头志工们伸出援手 要多少钱呢 问一下 不知道没有钱呢 不用钱 不用钱 对吧 你是看着我们来去闪闪吗 不 这样就够了 你咬一咬一咬 所以说大帅的群众 才能够这样 咬一咬一咬 我们是一家人 对 你不是说我们是你的娘家吗 哎呀 我不是说我们是你的娘家吗 娘家回来了 不就给你服务一下 哎呀 傅时芳发挥喜头好功力 奶奶的心情一向好卷 这是她未预料到的 也跨过了自己心中的障碍 真的这么多年下来 从没有说真切的 去跟我们这个感恩户 这么亲切的去接触 所以这次给了我一个机会 给感恩户系头 所以我感觉我心情真的很欢喜 为侵入智能障碍的蔡先生 清理房子 是每次家访必做的事情 我记得第一次来做的话 感觉有点怕怕的 因为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几次后感觉的话 像我们青年人一样 我看她那个擦完袜 那种看她开心的那个样子 我看她穿上那个衣服 那种干爽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心里就很开心 寂寞岁月关怀与问候 让老人家多一些温馨与盼望 带一新闻这次美志工 廖雅面 曾雅玲 杜剑英 福建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